好,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回到我们澳洲东方华语电台 今天是2018年3月15号,星期四是农历正月28 好,下面就开始解答听众朋友问题 喂,你好 你好,师傅好 感恩观世音菩萨,感恩师傅 师傅,您可以帮我看一下图头,看一下我的身体吗 好,记几年属什么的 我是1983年属猪的 1983年属猪 黑猪啊 你要记住啊,你的腰现在很不好啊 对 腿经常肿啊,自己知道吗 不知道 你自己拿个手按一下,看看这个肉弹得出来弹不出来 听不懂啊 嗯,不懂 明白了吗 嗯,师傅,我有焦虑状,您帮我看一下这个是怎么回事啊 哦,身上有两个灵性 哇哦 一个在肚子上 哦,有时候我肚子总是就是紧张就憋气 憋气了 我告诉你,一紧张肚子就痛 对,对 对,对 就这个灵性啊 嗯 他,他是,是个人还是 人 哦 还有一个是小孩 啊,小孩 嗯 我没有打过孩子 我没打过孩子,看看你妈打过没有了 哦 哦 行,明白了 那师傅,这个我怎么念小房子这两个灵性 一个念68张 哦,好的 还有一个第一波36 第二波28 如果再不走 再不走的话就要63 好 你知道吗 哦 你知道吗 你这个 你这个不是点 不是完全是焦虑症啊 你还有一点恐惧症,听得懂吗 对 对 我 你做什么事情,什么事情都害怕 嗯 师傅,您能帮帮我告诉我,我应该可以做 每天念大悲众了 念了不了 好好 你还不念啊 那就感觉特别好 念,现在很努力的念 最近刚开始念,然后就背下来了 这是菩萨给你的机会 还有啊,自己啊 也是啊,感情问题要当心啊 嗯嗯 不要眼睛啊,先高高,先高高的左看右看的 哎 哦 嗯,不及格,师傅 嗯,我现在身边确实有问题 当然有问题啦 一看没就看到了 嗯 然后师傅,您觉得我每天的功课应该怎样做啊 你大悲众最好能够多念一点 哦,好的 行精开智慧,大悲众增强能量 念消灾即将神咒 把你的身边的,再消掉一点吧 一会儿这个事情,一会儿那个事情,不停的 嗯,是的 没消停 而且不许看电视连戏剧,听得懂啊 哎,好的好的,我一定不看 你过去看的很厉害,你不知道啊 嗯,我知道,我知道,我改,我一定不看 忧郁症啊,我跟你讲 嗯,对不起,师傅 嗯,我知道,然后我需要放送吗,师傅 当分不多,三百条 嗯 叫国内帮你放 国内,嗯 国内亲人不可以放的 你把钱给他怎么好了 好,好,没问题 师傅,那我这个图腾颜色有怎么样可以改善 图腾颜色黑的就多穿点黑衣服呀 生一点的衣服呀,会幸运的呀 又不是改了,全部是白的 黑猪嘛,就是黑猪呀 嗯,还改了 嗯,拿个油漆,拿个油漆,身上切一下就好了 哈哈哈哈 好,师傅,您觉得我还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吗 不要先看看就可以了,不要看见男人骨头巾 嗯,嗯,听不懂啊 嗯,听得懂,听得懂 不要乱放电 哎呦,嗲得像真的一样的 看你的图腾,一看就看清楚了 嗯,我一定改,师傅,我肯定改 你知道我错了 天天化妆,不知道花多少时间 哎,好 眼睛这里少画了,nature一点好,自然一点 简单一点,真的,没意思的 好的,没问题,感恩师傅,感恩师傅,帮助 好好努力的,好好做人,好好念经,人正,坏人就不会来找你 好的,好的 不要气的,马上流氓阿飞就来找你了,听不懂啊 嗯,听得懂,师傅 讲话都要开始改,不要这么嗲来嗲气的 嗲了之后就会惹事啊,女人一嗲声音一嗲的话会惹事的 哦,听不懂啊 听不懂 会惹灵性的 哦,师傅,我肚子上的那个人,您刚才讲的,他是什么人啊 一个小孩子,还有一个老头 老头 嗯 是我爷子呢 我不知道 不知道没有多少,但是头发白的,往后竖的 两根眉毛往上翘的 眼睛不大 嗯 那我还真的不知道,真的不认得 行,那我给他们好好念经吧 念经吧 嗯 不知道,晚上叫他来看看你们就好了,你就知道了 嗯,好的 好的 这个师傅开设,那师傅您觉得我的婚姻的话,我应该怎样 念姐姐做 哦 嗯 念姐姐做,念心经 明白了吗,给自己念,给对方念 好了 好的,好的,等于师傅去做师母 再见,再见 嗯,再见,师傅 哎 哎 哎 你好 喂 你好 你好 您好 谢谢 师傅,来讲啊,请讲啊 师傅,请你帮头修唱歌谈 看啊,讲啊 2001年 第六遍 第五遍刚刚 你再来一遍,你就是忧郁症 话都讲不清楚 2001年属什么的 属蛇的,你的 想看哪里啊 身体状况 2001年属蛇的 他从小就自闭症了 对,对,看到了 哎哟 自闭得很厉害啊,你听得懂吗 小公子已经取了608招 已经做了608招 不够不够 还在他的头上呢 这个灵性 在他头上 很麻烦 是一个男的 嗯 哦,是可能的 嗯 还要多少张小公子,师傅 嗯 哼,还有 哼 还要815张呢 815张 嗯 最新的,师傅 还有2000条 2000条 师傅他的最新的小公子还不好 还可以 嗯 他自己念的啊 他的妈妈妈妈妈念的 对 怪不得了 真的还不错 他妈妈念的吗 妈妈念的吗 嗯嗯 需要帮他做公课吗 是吗 你说呢 哦,对不起是吗 嗯 公课怎么认 要准备 大杯做心经啊 好好念啊 嗯 好 大杯做21变 西经21变 离佛5变 好的,师傅 肖哉及相神作49变 解节众49变 往生做49变 哦 好的,师傅 嗯 好了 好,师傅 好,师傅 请师傅再看一个文文 叫做 成城祭 成什么 成成记 成功的成 第二个字呢 C.O.G的那个记 第一个什么字啊 姓陈啊 姓陈 东陈啊 东陈 成成记 什么时候死的 很久 是个不太记得 男的女的 是爷爷来的 爷爷 男的 成成记 你们一直做不到他的梦啊 我做过爷爷 我有一刻做过爷爷 他来 在梦中他来拜我 跟拜我母亲 很早 在梦中 很早 他推得很好 很早 不是很早的时候是吧 是不是有 这个梦应该有半年到一年了 有半年了 有半年多了 半年前 对对对 半年前投胎了 投个女的了 投个女的啊 好的感恩舒服 感恩舒服 哎呦他还开心哦 呵呵 好了 请你的电话去吧 再请 不能开了 不能开了 哎呀好 对好 感恩舒服 再就请口味 感恩舒服 再就请 嗯 再说一次好再请 喂你好 喂你好 喂 喂 嗯?師父,對,師父 講,請講 師父,師父您好,麻煩您給看一個那個名字好不好 好,講吧 等等,別動,別動,千萬別動,有個手臂 就是1999年的女孩 屬兔子的 1999年的女孩屬兔子的 對 我們給她寫六文,你給選一個好不好,師父 嗯,講吧 念一遍就可以了 把六個名字念一下 一個叫朱師賢 講下去,講下去 怎麼聽不見呢 講下去 講啊,你們講下去就好了,我都聽得見 第一個朱書賢 第二個朱書宣 第三個朱宣潤 第四個朱敬賢 第五個朱書澤 第六個朱敬喜 第六個朱敬喜 就是一個女的朱敬喜 知道,知道 這是第四個就可以是吧,師父 嗯,這個是最好的 好,謝謝師父 我想問一下就是,她這個名字你看 什麼時候改合適呢,是現在馬上就改呢,還是 是 她改啊,她不改的話才倒霉耶 倒了很多霉耶 身體,身體不好 她過去叫什麼名字了 她過去叫朱仁傑 人的是一個任務的人去掉地人旁 傑是傑出的傑 不好啊,這個名字 這個名字,這個名字不穩定啊 什麼事情都做不成啊 她就是一套關鍵的 不成了,就不成功了呀 她就要靜下來 她要靜下來 明白了嗎 考登,感人失禮 她屬什麼兔子啊 什麼 她屬什麼 屬兔子 你看 太玩笑了 根本不穩定 什麼事情都想做 什麼事情都做不好 感情上也是的 聽得懂嗎 聽得懂 聽得見嗎 聽得見嗎 嗯 好了 聽得懂 聽得懂 我自己的樣子 你稍等一下 你你你你你快 我師傅那個有一個同修 他是84年的鼠 他想問一下他房子什麼時候能賣出去 84年鼠 老鼠的是吧 對 他那個房子什麼時候也能賣出去 看看 好像這房子不在澳洲 对对对 在中国 我看看 也是一个 也是一个单位房 我不知道 是不是这几房几厅的那种 估计能够卖出去 它数什么 几几年的 它是84年的数 叫它念84张小房子之后 它现在家里有一个 指牙裂嘴的一个怪物在它家呢 经常有声音的 卖不出去 嗯 84张 好吧 哎呦叫它家里不要空的 水呀水缸啊 放水呀 这种东西全部都倒掉 不要放水 哦好的 那它那个房子好像是那个租出去的 哦 怪不得了 怪不得了 里面气场很不好 收小房子吧 叫它自己帮房子里 小房子收掉之后 就卖嘛 好了 嗯嗯 好的 师父就是还有一个同修 他那个 当时师父给他看过 就是说他莲花掉下去了 他这一次就是去那个 雅加达 然后拜师的时候 然后就在那个 拜师现场的旁边 然后祈求 他想问一下 他莲花种上去没有 是7355 女的 女的 7355 真给他种上去的 他想问一下 他那个莲花种上去没有 当时师父讲了说 嗯 种上去了 嗯 已经种上去了 蛮好的 还是红的 红颜色的 嗯 好的 好 感谢师父 好了好了 师父可以看最后一个 看一看 看最后一个 那个 那个 1990年数码的 只能问一个问题 嗯 一个问题 身上有没有灵性 90年数码的 嗯 对 脖子 脖子上有灵性 嗯 需要多少个小房子 42张 嗯 那个 那个 脖子上那个灵性 是 是什么样 鬼鬼鬼 下面上来的鬼 嗯 嗯 四三二张是吧 嗯 那个灵性不大 跑来跑去的 所以他的颈椎不好 腰椎不好 嗯 哦 好的 感谢师父 好了再见了 嗯 再见 感谢父母 喂 你好 喂 你好吗 呵呵 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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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快点快点讲啊 嗯 喂 讲吧 师父您好 听得见吗 师父 听得见 讲吧 师父 等一下 我再唱 嗯 喂 快 请讲 喂 喂 请讲 呃 师父您好 感恩关心一块 感恩师父 对不起师父 刚刚没有看到 嗯 嗯 嗯 同学的业照 同学自己背 呃 帮忙 你现在电话线不好 刚刚没听到 哎呃 哎呃 师父 看一个1980年鼠猴的 男的 女的 啊 啊 女的 他的那个 呃 输尿管出了 比较严重的问题 呃 然后 呃 已经开了两次刀了 然后你看看他 状况 是靠近顺道那边的 嗯 我看 哎呦 第一次刀开得不好啊 嗯 第一次没开好 你知道吗 歪了 哎 哎 呃 他今天 小肠 小肠 小肠这里都不好啊 哎呦 开过刀之后大小 就小便失禁啊 你听得懂吗 嗯 哎呦 哎呦 我看看啊 有什么灵性在他身上 几几年首什么的 一九八零年首五 哇 哇 他是 他上辈子来的 到人家来的地方不是太好啊 听得懂吗 小肠 叫他赶紧加强自己的基本 基本的那个 根性的 根性的修为 根性啊 修为不好 明白了吗 要忏悔 过去的淫欲 上辈子的淫欲 他很厉害的 嗯 讲话声音很嗲的 嗯 对的对的 哎 对的对的 嗯 听懂了吗 那那他 他身上有灵性吗 让你花 给他八十六张小房子 嗯 因为他今天下午 是要做手术的 所以他会看一下 这个手术 到底该不该做 你已经叫他做了 有什么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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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到了医院里 你这个这个 这个只能随医生了 没办法 哦 以后以后他这个 以后他这个子宫都要拿掉的 他的晚年 那那 他的晚年 晚年的这个复刻一塌糊涂 哦 那那怎么办呢 其实开始的时候 开始的时候用不着这么 大大大大大大的 马上做这么大的手术 很用不着的开始的时候 嗯 因为开始的时候 他的肾脏已经很严重的积水了 然后医生建议 在后院把这个肾脏拆除 然后后来他才决定做这种 肾脏管理造通的这样的手术 根本不应该这么做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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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现在两个肾脏都有问题 嗯 左面那个 嗯 左面那个肾脏也蛮厉害的 左面 嗯 都都好像很严重 有问题 肾脏管的堵塞 对啊 对啊 中药管堵塞 实际上开始的时候 也不要做这么大的手术 肾脏有点积水 一点点也不是很大 嗯 古时候像这种肾积水的话 肾脏不好 吃中药条理 啊 慢慢的化解 也可以的呀 嗯 那这个同学接下去该怎么办呢 这个手术已经 已经要开了 然后 已经要开 那你问我啊 开完之后慢慢的找中意 名义 慢慢调理了 不要再左一道右一道的了 真的 全部都是在还情债 你知道吗 嗯 对啊 我跟你说 凡是下体的毛病 全部都是这个毛病 我告诉你 全部都是淫债 我告诉你 嗯 那他整个肾脏还有肾脏管要念多少张小房子呢 一直念啊 现在刚刚叫他念八十几张是吧 嗯 对吧 嗯 念完之后 念完之后不好再加吧 再二十一张一波加三波 好吧 应该会好起来的 而且他两个肾脏 我现在看见两个小鬼在他里边 就像游玩 像打乒乓一样的 所以你去问他好了 他的毛病一会左胜 一会右胜 左胜好一点 右胜不好 右胜好一点 左胜不好 就两个小鬼在里边打乒乓了 嗯 听得懂吗 听得懂 那是不是他放上放多少呢 慢慢放吧 两千一百条 嗯 好吗 那是不是帮他看一下 那个弟子证编号 他是398号 他那个连话还在吗 掉下来了 怪不得 怪不得 那是什么原因 也是感情上的问题 导致他连话掉下来了 不是 不精进 卸代过 卸代过 卸代过之后 而且根本不当回事 连续大概有一 联系有一两个月 不好好念经 你去问他 他恋爱的时候 他念不念就知道了 好像确实有这个问题 师傅看得很准 然后师傅就帮他看一下他这个名字 因为他这个名字是找一个通灵人 因为之前是修党马法 后来不修了 他这个名字 有问题吗 就是他叫凉配盐 凉三伯的凉 改革的 有问题 对对对 配就是 当然旁这样一个配 盐就是你这边旁的这样一个盐 凉是凉三伯的凉是不是 配是凉的 配就是 配戴的配 配戴的配 第三个呢 盐就是你这边旁一个盐 你这边旁一个盐 什么盐啊 盐 你这边旁这样一个盐 这个盐 这个 嗯 前运还好 这个名字后运不好 主运也不是太好 不是完全相生的 也有相克的 找他改名字了 不要再去搞了 这个同龄人乱来的 知道知道 然后是不是在看一个 1969年初期的 不能看了 只能讲一个问题了 喂 只能讲一个问题 你看 到时间 1969年初期的 男的女的 1969年初期的 女的女的 修得还蛮好的 太执着 脾气不好 听得懂吗 身上有一个小灵性 在她的腰上 现在肚子越来越大 明白了吗 便秘 头晚上睡觉不是太好 好了好了 好了好了 那多少张小房子呢 小房子叫她好好念了 先念69 嗯 好的 再见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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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嗯 嗯 您好,师傅好,弟子给单师请安。师傅辛苦了,师傅想帮同学问两个孩子。 师傅听到吗? 听到。 好,一个是2006年属狗的男生。 2006年属狗的? 对,男的,小孩子,因为他体育悲病。 女生投胎。 女生投胎啊? 那他需要多少装小房子啊? 以后感情很苦。 因为这个同学,这个妈妈很担心两个小孩子,因为从小就。 身体不好,叫他每天念四十九遍大杯中。 四十九遍大杯中每天吗? 嗯,要给孩子吃点营养品的。 他现在孩子的营养不够。 嗯。 好,那放生呢,师傅。 放生吧,经常去放就好了,没有什么一次性的。 一直放。 好,好的。 每天要许愿,说我从今天开始,我每个月会放生。 那也是个大愿啊。 每个月发生,你三十天里面你早一天放生不可以的啊。 好的,感恩师兄,感恩师父对不起。 无所谓。 嗯,师父还有一个2010年属虎的也是男生。 2010年属虎的男生啊。 对,也是小孩。 也是同学的小孩。 嗯,不好啊。 他很麻烦。 他这个孩子,这个孩子是天上逃下来的。 哦,好,那要几张小房子呢? 已经让他,已经搞过他一次了。 哦。 听得懂吗? 听得懂吗? 他已经生过一次病。 嗯。 哦,对,就是身体一直不好。 嗯,生过一次大病。 听得懂吗? 嗯,听得懂。 所以也是每天必须要给他,去时常必须要给他放生是吗? 他是小房子,这个孩子要小房子的。 哦,那要几张呢?师父。 你说一共啊? 哦,对。 一共啊。 目前来讲,把这个事情稍微好一点的话,至少670张。 670张,好的,好的。 好了。 好的,好的,感谢师父。 嗯,好了,好了。 嗯,师父,还想问一个莲花。 是吧? 1990,你的。 1990。 什么时候败的事啊? 嗯,比较早期吧,好像是2012年。 1990了。 好像拍比较早。 可是我忘记,忘记是几年了。 那个年份。 1990号码对不对啊? 对对对,1990也没。 这是举的是吧? 对对对。 是号码啊? 地址证号码。 你告诉他快要掉下来了。 嗯。 快要掉下来了。 现在已经在帮他,帮他拿一个好像一个什么阳光在照着他,就是不让他掉下来。 好。 他可能自己知道,他可能有一种有一种佛光也比较什么光在照着他这个莲花,就是不让他掉下来。 所以叫他肯定要精进,不要懈怠。 好好的,感恩师傅。 好了好了,再见。 他们的一种,他们自己背,不要师傅背。 师傅辛苦了,感恩师傅。 再见再见。 嗯,师傅再见,拜拜。 好,听众朋友们,因为时间关系的节目就到这儿结束了,非常感谢。